地球之肺受伤了 巴西雨林砍伐数据近十年最高 巴西政府近期公布 该国年度森林砍伐的数据 数据显示 树木砍伐的情形 是过去十年来最严重的 根据英国BBC的报道 从去年8月至今年7月 亚马逊热带雨林遭到砍伐的面积 是7900平方公里 相较之下 比去年的数据还提升了13.7% 大多数的树木砍伐 是位于巴西的马托格罗索州 和帕拉州 除了影响供水之外 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也指出 森林砍伐可能会导致 热带雨林不再从大气中 吸收二氧化碳 反而是释放温室气体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 光是2017年的森林砍伐 就占了巴西46%的 温室气体排放 巴西是全球最大热带雨林的 所在地 若是继续砍伐森林 不仅会增加 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 还将进一步影响 全球气候的变迁 中文字幕提供